大肥安天 有兩件事現在極速發生 剛剛好特朗普在他的稅務案件那裡 由民主黨的一個檢察官免提起訴 就是說這個根本上是自虛烏有 現在不告 他說其實就是司法的追殺 好了特朗普過得關 以後漫漫長路 當然還有亨特拜登 現在全美國開始聲討拜登 尤其他在收賄案件裡面 已經有超過83% 不管他是共和黨民主黨中間選民 他們都說要搞清楚究竟拜登和他的家族有沒有貪污 事源當然 烏克蘭的賄款 華信能源 中國的賄款 全部羅馬尼亞還有 一大堆一大堆 加上三千萬美金的總額 究竟那些錢去了哪裏 也都在崔瀟營那裡發現了一些事 就是亨特拜登和拜登 即是說收了烏克蘭的能源公司一千萬美金 接著大家分贓 還有十七段錄音 那這些會不會成為罪證 現在共和黨 矛頭就直指這件事 就是一個貪腐的事 那當然民主黨他們說的 這些即使是的話都是過去的事 那當然不是 如果你收外國人的錢 那你現在做總統你做的事 會不會迎合你的金主呢 會不會在國際上高 給著數這些人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呢 那這裏要講 特朗普雖然就是說那個稅務 現在免除刑責 就是我不告你了 那其實是什麼事呢 我們對比一下 他當然就是當日 他申請銀行貸款 接著就以一個價格 就是說你究竟值多少錢 那銀行有評估的 但是民主黨 紐約的總檢察長咬著不放 他說你作高的價錢 得到幾百萬美金的貸款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罪 接著就變輕罪刑事變民事 結果今天由另外一位 類的檢察官說這件事 由頭到尾是獵毛 根本上不應該找特朗普麻煩 特朗普所有的案件 全部都是這樣 最重要就是告你 告不告得整個就是另外一件事 那當然了 現在特朗普還有的就是 一個所謂的叫做 機密文件案 以及究竟是否干預大選 這兩件案件 我相信會一直糾纏 糾纏到總統大選後 用這種方法 用這種方法試圖壓制特朗普 而拜登案也都越來越激烈 民主黨不停地為拜登 淘汰抹粉 甚至說 沒有是你們抹黑的 但是證據確鑿 現在也都得到 FBI的局長 雷出來講 而更重要的就是 亨特拜登案 就是那個電腦門事件 或者通俄門事件 全部就是特朗普在任的司法部長 巴爾是知道 但是他沒有揭露給共和黨 甚至眾議院聽 協助拜登在2020年當選 其實 雖然現在眾議院 共和黨在小數派 就是叫小數的大多數 就是說剛剛過半 但是這些事情他們有本事做 即使彈劾拜登未必能夠過 因為始終要三分二的議員 但是做一個紀錄 我相信都不錯 就是等於特朗普被彈劾兩次 全部都只虛虎有 從頭到尾是不成案的 那你就知道民主黨是多麼恐怖 那講回亨特拜登 亨特拜登案就告他兩件事 第一就是非法藏有槍枝 第二就是逃稅 現在檢察長就說 哎呀你是第一次逃稅 所以輕判希望緩刑 實際上他逃稅的金額 都叫做小數一百五十萬美金 成千萬港幣 第二當然 就是他的非法藏有槍枝 事實上現在說要找人研究一下他當時的精神狀況 他是不是喝了酒 他管有這個槍枝是不合法的 但是他拿出來的時刻 他是不是神智不清 結果用這些這樣的協議 就是說你認罪 那我被判緩刑而已 一個交換條件 交換亨特拜登這些這樣的罪名 接著就緩刑釋放 罰錢了事 特朗普形容這些什麼 哦原來交通條例 非法藏有槍枝 逃稅 這個就是美國的司法系統 那當然 現在 起訴亨特拜登他認罪的 事實上他已經有了一個叫做 案前協議 就是大家談好數 就等於現在CNN 或者民主黨這些檢察官 和特朗普給個案前協議是怎樣 就是你認罪 只要你交換條件 就是你不選總統 那海湖莊園的機密文件 我們就不搞你了 這次也是 所以亨特拜登 他要坐牢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當然了檢察長做了這個交易 還要等聯邦法官去審定 這次這樣的交易 通不通過 放不放生亨特拜登 那為什麼會判這些案 因為想將大事化小小事化毛 將所有的焦點 由亨特家族 就是拜登家族的貪腐案 變成了是亨特拜登 他自己個人行為的有瑕疵 而一些所謂的案前協議 搞定了之後 之後呢 之後他電腦裡面的東西是怎樣 究竟貪腐資金流向是怎樣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用兩條輕的罪 去改變輿論 當然了 拜登就會出來說 我為我這個兒子而自豪 一個搞自己家 一個吸毒 一個從來無所事事 背著老爸的名字 招搖撞騙賺錢的人 乳酒 如果以我們中國人來說 這個就是人渣 但是在拜登口中 這個就是他最值得自豪的兒子 當然了 和你賺了多少錢 三千萬美金 所以從來我都不欣賞美國 也都沒有打算去美國 連旅行都沒有想過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試下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同Patreon 大肥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